习近平在国家工程师讲首次评选表彰之际强调 加大工程技术人才自主培养力度 朝鲜试验水下核武器系统 以应对美日韩联合海上训练 以军加强袭击加插地带 并承认在当地挖掘巴人坟墓 寻找是否有以色列人质 红海局势紧张是加沙冲突外溢的突出表现 所以当务之急是应当尽快平息加沙的战斗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甚至是失控 野门胡塞武装表示 将不会在红海威胁中俄船只 中方呼吁停止袭扰民用船只 天州7号太空快递顺利抵达 神州17号航天员开始拆收春节大礼包 各位好 欢迎大家乘时事指通车 凤凰卫视中文台 资讯台 香港台 欧洲台 美洲台 为您环球报道 我是天同 我是江山阳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国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 19号在北京召开 那在首次评选表彰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做重要指示 向那些受表彰的国家卓越工程师 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 致以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 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 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受表彰的个人和团队 是我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代表 是广大工程师的榜样 习近平强调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加大工程技术人才 自主培养力度 不断提高工程师的社会地位 为他们成才建功 创造条件 营造健闲私奇 埋头苦干 攻坚克难 创新争先的浓厚氛围 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的卓越工程师队伍 希望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 坚定科技豹国 为民造福理想 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锻造精品工程 推动发展新制生产力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主任蔡奇 出席表彰大会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出席表彰大会 并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 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广大工程技术人员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娇人业绩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工程师 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忌 要着力完善自主培养体系 着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充分调动工程技术人员 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朝中社19号报道 朝鲜因应美日韩挑衅性的军演 进行水下核武器系统实验 并称水下核应对态势 正在进一步完善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9号发表了 绝不容忍冒险的军事对抗狂热的谈话 只从年初起 美国 日本和韩国 不断热衷于挑衅性的军事训练 美国卡尔文森号和航母 普林斯顿号宙斯顿巡洋舰 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以及韩国海军军舰 从15号起 在基州岛周边海域 再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 联合海上训练 并且指出 这次训练是造成地区局势 更加动荡的原因 也是严重威胁朝鲜国家安全的 危险行为 发言人指 为了对此采取因应措施 朝鲜国防科学院 水下武器系统研究所 在朝鲜东海水域 进行了正在研发的 海啸523水下核武系统的 重要实验 朝军水下核子应对态势 正在进一步完善 而且在海上海底 遏制美国和盟军海军的 军事敌对行为的 各种对应行动 应继续实施 发言人强烈谴责 美国及其追随势力 严重威胁朝鲜 并对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做出严格警告 称会依靠强大实力 来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和区域和平 韩联社报道则指 所谓水下核鱼雷的海啸 是朝鲜研制的 核武人潜水攻击艇 朝方于去年3月28号 发布研制完成海啸1 并首次进行试验的消息 4月8号发布海啸2试验消息 从海啸523的名称来看 朝方可能在至今的9个月里 对海啸系列的性能进行改良 与前两次试验不同 朝方这次未提及航技 续航实现等资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报道指出 这是朝鲜今年第一次的 核武器载具试验 这次试验的水下核武器 是一种搭载核弹头的 大型无人鱼雷 据朝中社消息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提到 本次试验武器的代号 为海啸523型 有报道指 朝鲜国防科学院 在2012年就开始了 潜水式核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 研发工作 并于9年后的2021年 将此秘密兵器 命名为核无人潜水攻击艇海啸 韩国军方认为 这是一种搭载核弹头的 大型无人鱼雷 据朝中社披露 国防科学院是在2021年10月 首次向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秘密汇报了海啸潜水艇 这可以视为海啸 基本研发完成的时间点 此后 海啸进行了50多次 最终阶段试验 其中 金正恩亲自指导的 就达29次 从朝鲜目前公开的 武器试验报道来看 金正恩亲临海啸试验的频率 可能仅次于 亲临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频率 这也反映出海啸 在朝鲜核武器战略中的 关键地位 据报道 去年3月海啸进行了59小时的水下80米至150米深度潜航 在目标水域爆炸 4月海啸二型进行了71小时1000公里的潜航试验 同样成功爆炸 而到今年 朝方发言人口中的海啸系列已经发展到第五代 有分析指 尽管朝鲜的远景军工发展目标 包括研发核动力潜艇 但限于技术发展水平和成本因素 朝鲜过去十年来尝试了两条不同的低成本替代路径 一条路径是研发可以直接装上核武器中其毁伤作用的部分 即装上核战斗部的大型无人操纵水雷 海啸系列就是其代表 另一条路径则是为现有常规动力潜艇装上导弹发射系统 是可以发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 其成果是去年下水的金居域英雄号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白宫高级官员18号警告 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可能会令朝鲜威胁发生根本性质变 据韩联社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事务的高级主任瓦迪 18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论坛时警告 鉴于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未来十年 朝鲜威胁或将发生彻底质变 瓦迪指出 韩国和美国在磋商延伸威慑议题时 需要将朝俄军事合作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他并强调 美国需要考虑如何聚焦于设法为半岛局势降温 否则一旦局势恶化 可能会快速演变为一场使用高端武器的正规战 甚至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冲突 另外 朝鲜外物向催战机已结束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反抵朝鲜 据报他访俄期间 双方可能讨论了侦察卫星和武器贸易等军事合作方案 外界担忧 两国在武器技术上的互相转让与支援 将对朝鲜半岛局势产生显著影响 在韩美日等国推动下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召开今年首次射朝非正式会议 韩国作为非常任理事国首次参会 韩方在会上强调 安理会急需对朝鲜威胁给予全面重视 而非仅仅着眼于应对朝鲜试射远程弹道导弹 但韩宁市引述分析指 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分歧加剧的情况下 安理会目前很难就朝鲜问题做出统一的动作 分红卫视综合报道 朝鲜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对美日韩会有多大的威胁 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 李嘉诚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李先生你好 我们看到朝鲜在新的一年是动作不断 朝俄合作也让美日韩神经紧绷 但是朝俄合作向外界透露的信息是少之又少 你认为美日韩将如何应对 我们知道今天朝鲜方面爆出这个进行了水下核武器的系统实验 那么这个恰好是在美日韩进行联合军演之后 那么朝鲜国防省也是说出了这次进行核武器实验的一个缘由 就是为了应对美日韩的这个联合军演 当然我们知道这次朝鲜核武器它的这个水下实验 我们知道它的实验地点发生了变化 那么之前呢都是在路上的风机里和实验场进行 那么这些这次呢是转移到了海下水下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看朝鲜核武器 它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转变 就是由入机核武器转向海基核武器 那么海基核武器呢我们知道由于它机动性强 隐蔽性好 很难为美日韩的这个导弹系统所发现 那么它的这个攻击突袭效果更好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使这个美日韩对朝的这种核防御 很难这个进行下去 所以说我们看这次朝鲜它的这个水下核实验 是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也是具有非常大的这种战略影响 那么另一方面像最近这个朝鲜外物像 这个访额也是使这个朝鲜关系再次受到关注 我们知道这个去年9月金正恩访额 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也是逐渐地扑展开来 当然这次这个朝鲜外物像访额 我们知道它也是说这个朝鲜之间要发展 包括敏感领域在内的全面关系 这个敏感领域我们说也是耐人寻味 以美韩方面的这个情报显示 陶俄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军事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与交流 那么像朝鲜方面可能向俄罗斯方面提供这个导弹以及无人机 那么在这个俄罗斯方面可能向这个朝鲜是提供了相应的太空宇航技术 以及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海基和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技术 那么这个对美日韩来说是很难应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朝鲜之间的这种合作呢 它是不这个受人以柄 不败事于人 那么这个其实朝鲜之间的合作在历史上也曾经签署过两次密约 这个我们说都是秘密方式进行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美日韩是很难以此为口实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具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应对 好 非常谢谢李先点评分析 朝鲜高官近期频频成豪车出行 韩国统一部副发言人金人案19号表示 将追查朝鲜进口豪车的渠道及相关信息 金正恩及朝鲜高层近日多次被拍到乘坐奔驰豪华SUV出行 金人案指出韩国当局将联同有关机构 缜密追踪金正恩新奢华座驾的具体资料及进口途径 金人案强调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禁止朝鲜进口奢侈品 韩方希望任何国家都不要为朝鲜违反制裁的行为提供帮助 而有关朝鲜外向催散及访俄的议题 金人案表示 俄朝官方并未公布具体的协调内容 因此韩方不做预断 将和有关部门共同关注动向 而此外他还称 鉴于朝俄已救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朝已是官宣 因此成型的可能性很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19号在北京会见由日本社民党党首辅导瑞穗的率领的代表团 王沪宁表示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岸田文雄首相 两国领导人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 重新确认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希望双方本着以史为鉴开辟未来的精神 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日方加强联系 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辅导瑞穗表示 盛民党辞访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确认日中和平友好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伤害 他表示由衷歉 盛民党愿推动日中关系 在双方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健康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8号在巴西利亚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王毅表示中方愿以中巴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展现新活力 开辟新境界 维埃拉表示 今年是巴中建交50周年 具有重要特殊意义 近年来 巴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巴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充分发挥两国各层级各领域合作机制作用 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 期待以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李约峰会为契机 加强巴中高层交往 为双边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引领巴中友好合作迈向前景更加广阔的下一个50年 王毅表示 中方真是中巴友好 愿以中巴建交50周年为契机 筹备好双方下阶段高层往来 规划好建交周年庆祝活动 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展现新活力 开辟新境界 王毅表示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巴作为东西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代表 应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方支持八方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李约峰会 支持巴西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八方携手构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呵护好人类居住的唯一星球 双方高度评价 中巴合作的战略意义和全局影响 将共同办好 即将举行的中巴第四次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就双多边广泛议题 进行深入战略沟通 19号 王毅外长将同路拉总统的特别助理 前外长阿摩林进行会谈 之后在外交部的大楼 举行大范围的会议和记者会 而下午 王毅外长将同路拉总统会面 凤凰卫视 林卓韵 巴西报道 以色列军方据报在19号 是空袭和地面攻击加沙北部地区 中部和南部 也都有多人预期受伤或身亡 加沙已经连续七天 通讯几乎完全中断 另外 以军承认在当地挖掘八人坟墓 目的是寻找是否有以色列人质 在死后被埋葬 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 19号继续遭到以军炮击 市中心多次遭到空袭 以军也密集攻击阿玛尔医院周边地方 在18号晚间有房屋中弹 一瞬间成为废墟 夺取五人性命 杰巴利耶难民营的市集被夷为平地 加沙城西法医院附近 一幢居民楼遭到空袭造成十多人死亡 数人受伤 据报以军的炮艇炮击加沙北部沿海地区 越旦河西岸城市纳布鲁斯河附近 图勒卡尔姆难民营深夜再次遭到以军突击搜查 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的搜查行动长达44小时 在19号结束 有数名八人遭以色列部队杀死 以军又用推土机破坏难民营入口的道路 以军当天表示 行动中起获大量武器 并逮捕了37名被通缉的人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负责宣传的头目 瓦埃勒在18号以军的一次空袭中死亡 瓦埃勒曾经发布 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袭击等多条视频 巴勒斯坦指控 许多在加沙不同地点的坟墓遭到以军崛起 有人指八人尸体被盗去 也有报道指部分尸体就被搁在坟墓旁边 以军承认掘开墓穴 并指是为了寻找 有没有以色列人质已经死亡而被埋葬 防卫士综合报道 耶门胡塞武装高层接受采访表示 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 在鸿海航行时不会受到威胁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 不了解具体情况 同时呼吁停止袭扰民用船只 维护全球的产营链 供应链畅通 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稳定 根据塔斯社19号的报道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 穆罕默德·巴基蒂 在接受俄罗斯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船只 可以安全通过鸿海 在该海域航行时不会受到威胁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我想重申的是 鸿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 和能源贸易通道 我们呼吁停止 袭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维护全球产工链的畅通 和国际贸易秩序 中方一直强调 鸿海紧张局势 根源在加沙冲突持续 当前紧迫需要避免 给鸿海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需要避免推高地区整体的安全风险 鸿海局势紧张 是加沙冲突外溢的突出表现 所以当务之急 是应当尽快平息加沙的战火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 甚至是失控 共和卫视 霍文伟 夜不见 北京报道 巴基斯坦信息部长索兰吉 19号表示 巴基斯坦当天召开 国家安全的元会会议 就与伊朗的对峙 展开安全评估 巴基斯坦总理卡卡尔主持会议 巴基斯坦所有军事首长 全部出席 索兰吉指出 召开这次的会议 主要是为了在近期与伊朗 发生冲突之后审查国家安全 巴基斯坦18号 对伊朗边境村庄发动空袭 作为对伊朗16号 越境空袭巴基斯坦的回应 但双方外长通话之后 都表态希望缓和紧张局势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也表示 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但同时强调 巴基斯坦不会在国家安全 和领土完整上妥协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卫自身领土 俄务战事持续 俄罗斯边境城镇19号 再次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最大石油中转码头 烧到前也第一次遭到袭击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被指向乌克兰输送雇佣兵 可能成为变相参战的又一个证据 俄罗斯西部接壤乌克兰的布良斯克州 19号再造乌军多架无人机袭击 克林奇镇上一处储油设施起火 火蛇裹挟黑烟从油罐中喷涌而出 当局出动13辆消防车投入救援 州长指 乌军一架无人机被电子战手段击落 但其所协弹药击中多个油罐 目前火势已受控 暂无人员伤亡 俄方指 较早前乌军并试图对圣彼得堡一座石油码头发动无人机袭击 但遭到挫败 这座码头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最大石油转运码头 乌美引述乌军方消息指 无人机确认命中目标 油指多辆油罐车爆炸引发大火 另一方面 在乌克兰战场 俄空天军攻击机继续对顿涅茨克方向乌军发动空袭 西部集团军禁卫坦克军则在库皮扬斯克方向 借乌军部队轮换之机 声称打死至少10名乌军并摧毁多架装备 法国被指资助雇佣兵在战场驻乌作战 俄国防部早前声称 在哈尔科夫见面至少60名外国雇佣兵 多数是法国人 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19号表示 鉴于法国民文立法禁止雇佣兵交易 俄方计划正式向法国民议会提出质询 要求其就此事做出解释 法方则否认有关指控 同时不点名地指认 法国不向某些国家向乌军增援雇佣兵 而卫星通讯社引述评论指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欧盟高调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 却羞涩地隐瞒其资助和武装外国雇佣军的事实 乌克兰背后的西方金主才是决定战争继续还是结束的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18号在顿巴斯北线的恰索夫亚尔 红利曼等三个方向 俄军至少集结了20万兵力 企图打出至少三个突出部 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顿叶茨克前线态势的综述 星期四 俄罗斯武装部队改变了重点的进攻的方向 其中在顿巴斯中北线 俄军攻击和发展在马林卡以南 米海洛夫卡宽阔的战线上 俄军向沃迪亚诺伊方向实施了推进 其目标之一就是在乌格莱达尔康斯坦丁洛夫卡路段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攻击了巴赫木特西北部的 伯格达诺夫卡 并试图夺取这个制高点 据报道 俄军另一路散兵 穿插攻击了格里罗夫卡 这个村庄是通向伯格达诺夫卡的重要的制高的节点 向东发展就是伯格达诺夫卡 向西南便是恰索夫亚尔 乌军150步兵师等其他两个重装旅 重兵驻守在此团 俄罗斯专家的观点指出 谢维尔斯克是乌克兰 敦尼茨克地区巴赫木特区的一座城市 塞维尔斯克位于巴赫木特的要塞区 与左翼的恰索夫亚尔构成了乌军在这个方向上的核心的攻势区 夺取恰索夫亚尔与谢维尔斯克对于俄军来说同样重要 我们现在位于堆尼茨克的北线 这里就是阿富迪伊夫卡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特别是两军在这个方向的军事态势 也是相当的一种对峙的态势之一 当然了阿富迪伊夫卡的目前俄乌两军所进行的对决 有许多专家表示这也是一种阳攻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 伊万 拉曼·乌拉特在顿尼茨克北线的报道 根据国卫山日报18号的消息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前总统特朗普以微弱的优势继续领先总统拜登 不过在独立选民方面 特朗普的支持度为46% 高出拜登11个百分点 最新民调显示 在受访的1045名登记选民中 被问到拜登与特朗普是年底的为二选择时 46%将选择特朗普 拜登则为42% 双方差距微弱 不过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远高于拜登 民调显示 46%的独立选民表示将投给特朗普 35%选择拜登 差距高达11个百分点 若将其他人选考虑在内 特朗普仍位居支持度第一 拜登紧随其后 以独立候选人参与大选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子 小罗伯特肯尼迪排名第三 获得11%的支持率 尽管特朗普与拜登目前是各自政党最可能的提名人 但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 不想看到双方任何一人成为未来四年的总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缅甸局势变动近三年来首次有支持军队的佛教激进僧侣要求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放弃军职 只担任政府总理 简称为马巴达的缅甸佛教激进分子僧侣们 在支持军队的集会上 要求敏昂来放弃国防军总司令职务 只担任文职职务 并将国防军总司令职位交给根据有军人风范的副总司令索文 僧侣在集会上高喊 让敏昂来专职担任文职政府的总理时 获得在场民众的支持 2021年初缅甸军方推翻文职政策 政府掌权近三年来 全勉各地的反军方势力持续加大 近几个月来 由于民族武装组织和革命力量的进攻 缅甸军队失去了许多城市和军事基地 所以支持军方的人士们 在40多个城市发起挺军队的游行 同时也对敏昂来主导的军事行动失败而感到不满 才提出要求替换军方首脑的诉求 目前缅北上帮战活有所缓活 但缅甸国内有议论认为上北地区的停火协议非常笼统 停火没有确定领土范围 也没有包含禁止缅军发动地面攻击 虽然停火协议来之不易 但仍然很容易会引起争议 而缅甸军方发言人左敏昆说 军方将继续努力加强停火 将与中方协调推动边境贸易重新开放 但现实中边境贸易沿线城镇几乎被缅北三家明第五联盟占领 在征税问题很难协调解决 而缅甸民族团队政府坚持产出军事独裁为首要目标 我会做我的思考 把保护区议取军不守护区议 在家里的暂时 是在家里的暂时 是在家里的暂時 学校上是说 从外国中协调解决 在家里的暂时 我以前在立场 在国家的路口 腑部的强力 为首要地贸易者 我们在家里有 的危机 缅甸国内议论 目前中缅边境贸易路线的 大部分城镇 都由明第五控制 缅甸军方又很难 完全放弃边境贸易路线 但想要夺回 只有靠军事手段 因此长期来看 缅北战火是否能长期停止 有待观察 奉为山上墨缅甸 冰武伦报道 中国战争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18号在北京 会见美国的前财长 华评集团主席盖特纳 会面中双方为中美关系 还有中美的经济资本市场 等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 何立峰表示 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的势头 高质量的发展扎实推进 前景十分光明 中方将持续扩大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完善市场化的 法治化的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欢迎华评 共同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 共享发展机遇 盖特纳表示 华评已经进入中国30年 是来华最早的 全球资产管理投资公司 将继续生根中国市场 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和美国的财政部官员 18号在北京 开始为期两天的会议 讨讨论两大经济体之间 有关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的问题 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指出 这次会议是新成立的工作组 在中国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议 并会在19号结束 会议的其他议题还包括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跨境支付 以及在打机洗钱和毒品贩孕方面的合作 工作组上次的会议是在去年11月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举行之前 美国旧金山召开 美国中国总商会2024农历龙年 颁奖晚宴18号在纽约举行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发表事项致辞 表示中国商务部 今年将与美方加强对话 为各层级的经贸交流合作 营造良好条件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新年一时 两国元首就互质贺信 习近平主席指出 45年来 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总体发展向前 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 稳定和繁荣 从经贸领域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经济互补 利益交融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 王文涛强调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达成重要共识 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 2024年 中国商务部将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在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基础上 与美方加强对话 管控分歧 努力为两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 为各层级经贸交流合作 营造良好条件 中方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解决企业合理关切 希望美国中国总商会 继续发挥好桥梁作用 为促进中美经贸合作 贡献力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印度官员表示 中印边境和平 就可以放松 对中国企业的审查 中国外交部19号回应指出 近年来 外界一直对于印度的审查 有质疑 看来这些质疑 不是空穴来风 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 部长辛格18号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如果中印两国 在边境问题上保持和平 印度可以放松 对中国投资的严格审查 近年来 外界一直质疑 印方对中国在印企业 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和选择性执法 背后有其他考量 如果有关报道属实 恰好证明 外界的质疑 不是空穴来风 王宁说 事实上近年来 中印双边贸易额 连续突破千亿美元 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这证明了 两国贸易合作的 韧性和潜力 中方始终认为 中印边界问题 作为历史遗留问题 应当放在双边关系的 适当位置上 妥善加以处理 中印边境局势 总体保持稳定 边境事态的解决进程 不应影响 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国外交部表示 希望印度能够 充分地认识到 中印经贸合作 互利共赢的本质 为中国企业在印度 投资经营提供公平 公正 透明和非歧视的 营商环境 凤凰卫视 霍维维 也不见 北京报道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19号在国刑办的记者会上指出 从2023年各项数据来看 内地工业经济 在波动中实现稳步恢复 总体呈现回升向好的态势 工刑部副部长 新国斌指出 2023年全年 归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4.6%等数据外 包括企业效益 工业投资在内的 多组数据指标显示 内地工业经济 在波动中实现稳步恢复 截至去年11月底 归上工业企业亏损面 自2023年4月起 连续8个月持续收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增速 连续5个月回升 利润从去年8月份开始 连续4个月 实现正增长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保持增长 同比增长9% 其农制造业投资增速 自2023年8月份以来 呈现了加快的态势 新国斌指出 工信部以汇通财政部 人行等部门 进一步引导金融资源 加大对制造业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目前已和内地22家 金融机构展开战略合作 以适配优惠贷款 产业投资等方式 支持研发活动 合作的结果 我可以用一组数据 来说一下 就是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 连续三年 保持在30%左右的增速 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再一个呢 就是国家产融合作平台 助企融资规模 同比增长了68% 也在不断扩大 另外针对早前公开的 内地汽车产销多项数据 工信部表示 在充分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醒地看到 外部还正面临着 需求不够旺盛 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 还存在着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保护主义行径等不利因素 而在内部 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 还没有实现用力 车用芯片等领域 还存在着短板 那部分地方和企业 还存在着盲目上马 重复新建 新能源汽车项目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要采取有利的措施 加以解决 凤凰卫视机 汪云火流箭 北京报道 好来看 内地两岸三地股市的 收盘行情 内地互生股市震荡调整 互指今天大部分时间 都在平盘的下方 尾盘跌幅收窄 收盘下跌0.47% 生成值则下跌0.68% 从行业表现来看的话 旅游和酒店类股反弹 数字货币板块走势比较弱 港股再度反复下跌 市场信心不足 影响恒生指数开高走低 中午过后跌幅还扩大 毕竟超过一年来的最低位 中场是收低0.54% 而总结整个星期下来 恒指是累计下跌5.76% 是去年8月18号以来的 最大周线跌幅 台湾股市量价齐升 台积电业绩比预期要好 股价大涨 再加上外资是大幅买超 带动加券指数收盘 是上涨2.63% 超过一年来的最大涨幅记录 台湾第二大航空公司 长荣航空的机市工会 日前发起罢工投票 预料将会取得合法罢工权 并且工会不排除 选在春节期间罢工 由于影响的层面广大 旅行社相当无奈 表示虽然罢工前24小时 会提前预告 但春节期间的机票 已经是一位难求 旅行社是完全无法应变 下个月是农历春节 不少台湾民众选择到海外旅游 过新年 但长荣航空机市工会 却抛出震撼弹 不排除在春节期间 要发动罢工行动 因为接下来在二月份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 当然工会也不想要 没有劳工想要去走到罢工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不的手段 如果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才能够唤醒公司 对我们飞行安全的重视的话 那我们也只能够这么做了 即使工会日前指控 长荣航空科扣成本 以及人力严重流失 导致安全事故频传 上月初前往交通部抗议 但劳资争议条件没有进展 因此工会启动罢工投票程序 预期将会获得合法的罢工权 并于罢工前24小时提前预告 旅行业者相当无奈 春节期间这么旅游 算是一年当中最高峰的时候 那个完全是没办法 完全旅行业是完全没有应变的能力 因为24小时的作业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调整 会造成整个春节的严重的一种 整个作业会大乱 2019年中华航空公司的机师工会 也曾在春节罢工期天 影响两万七千名旅客 航空公司和机师的业内损失 达到六亿台币 长柔航空机师不排除要在春节期间 罢工的消息传出之后 让计划到海外游玩的民众非常焦虑 不断呼吁劳资双方能够妥善沟通 避免旅客又成为协商破局下的牺牲品 凤凰卫视 庞士廷金敏怀台北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案件进入第13天的聆讯 控方重犯证人 一传媒的前行政总裁张建宏继续出庭作证 19号早上 黎智英 张建宏两人先后由球车 送往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 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建宏继续以重犯证人身份做共 开庭后 控方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 提到在2019年4月修理风波期间 黎智英曾指示张建宏采访一名正身处台湾的香港人林荣基 他涉嫌出版问题书籍而被内地通缉 从通讯记录可见 黎智英要求将这则报道作为头条报道 以用来煽动香港市民上街游行 张建宏在庭上表示 自己当时正在台湾公干 所以按要求亲自完成对林荣基的采访 撰稿后吩咐香港苹果日报前总编辑尽快在网上发表 并在苹果日报头版刊登 此外控方也在庭上展示张建宏与黎智英 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对话 内容中黎智英指示张建宏写 煽动性语言毛笔字长翻 并印刷10万张 跟随苹果日报附送 用来鼓励订阅者张帖宣传反修理示威 张建宏作共指 因逃犯条例修订案已压后 以及有示威者自杀 最终并未在游行当日派伐 控方在庭上展示张建宏 曾发送给黎智英的短讯 内容提议将苹果日报订阅的三分之一收入 捐给民阵的支持示威人士的诉讼基金 获得黎智英批准 张建宏作共指 黎智英认为做法可以鼓励 更多支持示威的人订阅苹果日报 法庭上控方也要求张建宏确认 黎智英是否曾前往美国 与时任副总统彭斯会面 张建宏称在黎智英回来后 自己才被告知 黎智英当时和彭斯 以及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等人见面 并形容黎智英与美国高官见面后 感到雀跃 认为对香港反修例示威有帮助 张建宏也提到 自从黎智英访美后 对苹果日报的采编政策 便越发激烈偏激 要求制裁中国 以及香港官员的言论也有所增加 凤凰卫视王宇婷 香港报道 神州16号航天员程组 19号在北京航天城出席记者见面会 井海鹏 朱阳柱 桂海潮 三名航天员从太空返回80天之后 首次正式公开亮相 见面会上 航天员大队大队长陈东介绍到 神16程组返回后的恢复期 分为隔离恢复阶段 疗养恢复阶段和恢复观察阶段 目前已完成前两个阶段工作 乘组身心状态良好 体重稳定在飞行前水平 肌肉力量 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 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 井海鹏 朱阳柱 桂海潮 三名航天员 去年5月30号乘坐神舟飞船 飞向太空 于去年10月31号返回地球 在轨驻流154天期间 进行了一次出舱活动 和中国空间站第四次太空授客活动 配合完成空间站多次货物出舱任务 为空间站任务常态化实施 奠定了基础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神州17号航天员 19号上午打开天州7号货运飞船舱门 开始接收太空快递 而天州6号货运飞船 已经在当天晚上的8点37分 受控载入大气层 飞船绝大部分的器件 在载入大气层的过程中 稍时销毁少量的残骸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 神17航天员当天上午打开了空间站 核心舱后向舱门 正式开始转运物资 细胞实验装置是天州7号发射前 在文昌发射场临时安装的生物实验项目 由于载荷安置在最外侧 它成为了航天员拆出来的第一件货物 此次太空快递共计为空间站 带来61件实验载荷 包括实验单元及样品 实验耗材 备品 备件等 这些实验载荷将制式空间站 开展空间生命科学 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 等共计33项科学实验 另外天州7号货运飞船 海外航天员们运送了2.4吨生活物资 重量超过货物总重的4成 能够同时保证两个航天员成组的需求 其中还有为神石器成组准备的龙年春节大礼包 为航天员营造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气氛 约90公斤的新鲜果树大礼包 也随天州7号一同到达空间站 这一批果树包装设计经过优化 能让果树存储时间更长更新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你搭乘2024年1月19日的时事直通车 我是天童 我是江晨阳 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